我们不是娱乐 我们不是YouTuber 我们是北马搞怪团 哈哈 今天呢 带大家来到我的家乡 瓜拉古楼 经过这五年的洗礼呢 我们又回来了这边介绍美食啦 那今天呢 我要带大家来的就是一间 已经卖了接近20年的这个福州面 当然呢 来到古楼吃美食呢 除了除了海鲜面啦 西亚鸡啦 咖喱面啦 其实这个福州面也是蛮受欢迎的 当然这一家福州面呢 也慢慢的给人家遗忘了 那是因为这个疫情方面啦 那妈妈也老了 现在有女儿来接手 走 我带大家去品尝一个福州面走吧 I'm gonna be your sunshine Shine Shine 来现在呢我带大家来到的就是这个古楼福州面了哈 据说呢这个福州面都是自己手工制造的哈 而且呢也不添加任何的色素和防腐剂 而且这个福州面还是QQ的话来带大家来品尝一下走 那古楼福州面除了盐味竹炭面还有这个菠菜面了哈 那来到这边的盐味肯定要吃了 当然你们可以尝试一下这边很出名的哈 就是道地人喜欢吃的主菜面还有菠菜面哈 我看到没你老板娘了我要问他一下哈 老板娘请问怎样称呼你啊 我叫佳妮佳妮 你很年轻呢那你福州面卖多久了 假如10多年有了哈 你这么年轻你卖10多年了 对不对 那你本身就卖10多年了 没有就跟着我妈妈一起做 哦原来以前小小就跟着妈妈一起出当卖这个福州面了 所以说你妈妈就是开始出现卖的 然后你就帮你妈妈手 然后现在呢你自己就出来自己卖 对 哇蛮不错的哈 那你什么最受欢迎的呢 别的面 我们最受欢迎的就是菠菜面跟煮炭面咯 哦菠菜面跟煮炭面 我看来吃你的面呢 不只喜欢吃你的菠菜面跟煮炭面 应该也喜欢来看美女吧 哈哈哈哈 是吗 哈哈哈 哎老板娘好害臊哦 好那我们呢 等下就来替大家品尝一下这个煮炭面了 走 哈哈又是欢乐的时刻了 来到古楼呢 不管你去到哪一间咖啡店 一定要点一种饮料 哈哈 什么饮料 就是这个 好咖啡 嗯 非常疗愈的味道 这个浓浓的好咖啡 你一定要品尝 当然今天呢我来到这边呢 要介绍的就是这个福州面 在我生前这边呢 就有很多福州面 来看 这个就是盐味的福州面 当然也有炭烧福州面 今天我来吃了 其实还有一样菠菜的菠菜面 那因为我今天来吃了 所以已经卖完了 好 那我来品尝这个盐味先啊 这个福州面的特色呢就是 当然它是手工做的了 它的特色就是没有添加任何的色素 跟没有添加任何的防腐剂 都是现做现卖的 嗯 嗯 嗯 它的面条非常的Q 非常的Q 这个 盐味的甘料面呢 当然它 有调味了这些 这个黑酱有这些酱料 还有放这个葱 还有特制的这个叉烧 好 你们有看到吗 这个一条条的细细的 这个什么呢 这个就是他们自己做的豆皮 哦 豆皮 好 好 除了这个盐味呢 我要来品尝一下这个炭烧味的 哈 看到吗 这个炭烧的面就是黑黑的哈 是不是很特别 然后我来试一试啊 嗯 这个炭烧面呢 跟盐味有一点不一样 它呢 吃起来的口感也是一样QQ的 但是它呢 有加了一点点的这个炭烧味 炭烧味 所以吃起来呢 那个味道也是蛮特别的哈 除了这个炭烧面 今天我们没有办法介绍这个菠菜面 因为 喂 我来吃了 所以菠菜面已经卖完了 如果你们要来品尝 当然可以点这个菠菜面 还有这个炭烧面 非常的特别 还有还有 除了这个呢 还有这个 哈 这个加利面 也是手工面哦 那它 这个手工加利面呢 它除了里面有这个 马铃薯 还有那个 鸡肉 那个鸡肉呢 它是特制的这个鸡肉 特制的鸡肉非常 我刚才看到非常好吃的感觉 嗯 它这个咖喱味真的非常的香耶 真的非常香 好我来试一试它的这个面 哇 这咖喱面真的非常香 真的适合我 哦 如果是我 我点的话 我会再加多一点辣味 这个更适合 更更适合我的口味 非常非常棒 当然 如果你们不能吃辣的 这个已经是刚刚好了 因为老人家比较喜欢吃辣 所以会特别 讲到会加多一点辣 哈哈 我们来到了这个 以您一起 中西餐呢 除了可以吃这个福州面 当然哦 这些店名都叫中西餐的 当然也有中餐跟西餐 那 什么中餐又有什么西餐呢 来我们请老板 阿易老板亲自来 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来 啊 啊 来 这位就是阿易老板了 那老板 在你这间 与您一起中西餐呢 除了中餐西餐 那又是什么中餐又是什么西餐 我真的 中餐就是好像平民小吃这样子 哦 就好像炒饭啊 炒饭 对 好像咸蛋 因为我们骨楼也是出名咸鸭蛋这些嘛 哦 对对对 所以我们现在这里拿的咸蛋都是很新鲜的 都是很新鲜的 再加上我们就是鱼村 然后我们的虾菇啊 还有我们鱼啊都是很新鲜的 哦 所以 所以除了新鲜还是新鲜哦 那价格方面呢 这个方面的话 因为 这里毕竟是鱼村 对 所以我们以平民价来卖 哦 就是 属于那种比较乡下的价钱 不是那种城市的价钱 那大概在多少钱之内 如果说是鸡扒的话 西餐的话就是 11块 哦 哦 真的是大众货的价钱哦 对对对 因为我们另外还有配送外卖 哦 还有外卖 那刚才呢 我看到老板捧了一只鱼过来 就是这只鱼 哦 看到 哇 我口水都流了 那这 这又是什么鱼呢 这是金木炉 金木炉 那这道菜叫什么名称呢 这叫三味金木炉 其实我们真正我是改用讲说 去掉它的骨 哦就是没有骨了的哦 没有骨了 哦 所以我们这边都是大多都市的人也喜欢吃酸甜辣 酸甜辣对 所以这个叫三味 三味就是三种口味的鱼 哦 但是一个特色就是它已经是气骨了的对吗 嗯 除了头跟尾巴这个是没办法啦 哦 OK 然后 OK 比如说这道菜呢 我们 一来就是可以吃就是可以订购的还是什么 没有没有你要提早三四天 或者一个星期 哦 这个要一够的 哦 我不只有鱼还有我们那些 啦啦 螃蟹 螃蟹 都有 哦就是比较特别的菜 菜肴 哦就是要特别的就是异购的 对都是要异购 哦 因为这些东西不经常有嘛 如果要新鲜肉我们要提早去异购 哦 来来来 我要来品尝这个特制的这个金木炉三味金木炉啊 哇 嗯 它炸的肉非常的脆 而且呢 它的味道呢有一点点酸酸 甜甜 辣辣 哇 真的很棒 它的鱼哦 嗯 除了新鲜 还是新鲜 来到古楼这个鱼村 这个小镇啊 如果你不吃海鲜哦 真的是 太可惜了 因为这里的鱼真的鱼虾真的太新鲜了 嗯 嗯 太可惜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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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